大家好 我是光哥 今天又守护佛人了 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 今天我们收到 一个名古时候的 液台 纯手工 上面有四个字 叫做 笔木 笔木 牛香 上面是一个杀水冷物 杀水冷物的 这是液台 材质蛮好 材质挺好的 而且品线也是一个缺品的 然后烧到什么 我们烧到一个 卤沙的一个发尺 这是 洗笔的 其实也就是甩住 当时用来洗毛笔的 这是 至少都送的 至少都送的 今天的重点来了 烧到一对 瓦青时候的 而且是全品像 全品像的一对花瓶 这个尺寸目测 是达到40以上的 上面是 这是花鸟的牡丹 这是牡丹 典型的瓦青的一个牡丹 分割 上面有一些瓷 这个叫 输油碟 瓷斑 铁销巴 也叫铁销巴 你看这个 保光非常好 保光 因为这个烤盐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一对 这个都是相对应的 你看 相对应的 啊 左臂右臂都是相对应的 这是一对啊 不是两只 全品的 很少见啊 很少见 瘦额 这是瘦额啊 双瘦额 背面的媒体丝啊 背面媒体丝 从它的这个光 光度 和它的这个右面 啊 发光来看的话 这是一件瓦青的 然后我们看看底部啊 看看底部 底部的话 有一个款 叫 大青 光蓄力质啊 其实也就依诊了我们啊 这件瓦青 它是 瓦青的一件瓦青 它的修胎 它底部的这个右光 右面的一个整体感觉 包括 路垮 路垮的话也是 嗯 路垮比较 路垮比较规整的 个人觉得呢 它这个应该是那种 出口词啊 未消失 虽然它的底部路垮是 大青光蓄力质 但这个不是瓜谣啊 这是民谣 这是出口词啊 出口词 也叫未消失 嗯 这一刹能烧到啊 这样的一成堆的 树大 粉柴 非常的开心 非常拿得 非常拿得啊 烧上啊非常的不容易 哎 从这个清代到现在啊 能够保存的这么完美 非常不易啊 非常不易 而且是成对的 很不素啊 具有很高的一个收成价值 值得我们去收藏 查证下去 好的 感谢大家关注 我是龚哥 再见